桌上清一色各種清酒酒瓶 日本人下班後喜歡喝一杯 但你知道嗎 最近日本文化廳表示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評估機關 建議將日本酒等傳統釀酒 登記為非物質 文化遺產 日本民眾談起清酒正面評價滿滿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政府兼委員會 將在12月2號到7號 在巴拉圭首都雅松森召開 屆時將正式做決定 日本第23項非物質文化遺產 是否能登記成功 其實清酒的釀造過程需要兩個月 包含發酵和壓榨 最關鍵的要點就是米和水 攤開數據來看 日本每年的清酒出口總額 超過410億日元 約台幣85億多 最大的目的則是美國和中國 而清酒之所以越來越受歡迎 與全球廣設日式餐廳密不可分 現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非物質文化遺產 不僅授與歷史古蹟 海獸與傳統習俗 就是希望這個飄香清酒能代代相傳 三立新聞林知識報導